男子在狭窄舊城區 巷弄突然一陣搖晃 整片石牆崩塌 他從粉塵中逃到大街 摩洛哥6.8強震 瞬間新畫面曝光 麻拉克時居民嚇壞街頭亂窜 白天一看城鎮面目全非 地牛翻身 不少偏鄉幾乎滅村 黃金救援時間72小時 倒數計時救難人員和時間賽跑 除了聽聲器 生命探測器 熱誠向攝影機全都派上用場 要尋找生還者 但至今多數重機具人 難以深入重宅區 隨著救援時間 越來越緊迫 沒救出一名生還者 大大鼓舞現場試氣 不過還有災區等不到器材 只能徒手挖掘 直升機抵達部分偏鄉 載運傷患到都市醫院 接受治療 而陸路交通則持續搶通當中 摩洛哥政府現階段宣布接受西班牙 英國卡達和阿拉伯 零和大公國的協助 不過包括法國和美國也有意願伸出援手 TVBS新聞透不倒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 TVBS新聞網APP 機械部 視cedes יש